通常装修最早期的工种都是做水电 但是做水电之前 就不是说随便就这样做 这个加个插梳 那里加个插梳 这么简单 如果不夹好 不量尺的话 就这样随便做几个位置 分分钟不做好过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这个分享的频道 今天就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平时电灯师傅的工作之一 就是作坑床侯 平时装修的客人说 这里和我加个插梳 那里和我加个插梳 那里和我加个插梳 但是那些插梳是怎样加的呢 通常加的插梳 都是以美观来计 都是以作坑床侯最美观的 因为就看不到那些插梳 那便走到暗喉 那便要作坑床 但是在作坑床之前 你一定要 不是真的像我这家片 那样 那些插梳的位置 接着就这样插梳 那就可以完成了 那当然要配合你那些 傢俬的摆设 那你譬如有个衣柜 那你弄个插梳在后面 那你其实就弄了 等于没用 是吧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就是通常呢 整这些垫位 或者整这些水喉位之前呢 你都要 整好布局 那家屋的傢俱是怎样放的 是的 这个有张床的 那我床头要加个插梳 那你就要知道 床头要多高 是的 床头是放在哪个位 那你这些呢 就要一清二楚 给了尺寸的装修师傅 那就由装修师傅去量尺 量尺 量尺 之后呢 就去做插梳出来 那转眼间呢 就已经解了一条坑了 那解这条坑呢 其实就是方便 我们作坑的时候 是容易作点的 那你因为始终你 你解了一条坑呢 它一作下去呢 它就不会烂 腹就不会烂得那么厉害 那条坑都直一点 因为你有条坑有条线 在那里嘛 那你变成了 就不会说 作一下作一下 就不知道作了去哪里 或者作歪了 那样 有什么情况的 那样 那刚好呢 我作这一幅墙呢 就是这些 它们叫做空心砖墙 我明白空心砖墙 里面当然是空心的啦 那通常这些空心的砖墙呢 都是非主力墙为主的 那至于为什么要用这些空心砖墙呢 那以我所知 那它们就因为环保 环保其实也是其中之一个因素 那它里面就可以用少了物料 因为空心嘛 那另外一个因素呢 就是取决于它上座大厦的负重 没那么厉害 那如果你用了一些空心砖墙 那里面空心 当然是轻一点 那你那座大厦的负重呢 那自然会减少啦 那讲开一些空心砖 可以减轻负重啦 那市面上都有很多种 这些比较轻的物料 那以价道 例如轻砖啦 沙砖啦 和石膏板砖啦 那最重来计呢 都是叫做红砖 红砖呢 就通常是最重的 那以我所知呢 就是有这几种物料啦 那如果有些什么 师兄啊 行家啊 知道有其他更加轻啊 或者新出了的物料呢 那可以在下面留言 告诉我都可以啊 那其实作这些空心砖墙呢 就已经是最舒服的啦 那起码不会是那些真是 那些主力墙啊那些呢 就真的作到咔咔咔声的啦 即是 即是弹回头的 直接作到 那这些纯粹都是 轻轻力的那样作下去呢 它基本上 因为空心来计呢 就很容易会穿的啦 其实 那大家可以见到啦 我现在在这里 偷着箱仔 方形的箱仔啦 那接着呢 偷好一条坑呢 那接着呢 就开始去做 这些胶喉啦 那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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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主力墙来的 真是作到咔咔咔声的那种 那就是这样做的啦 那就是这样做的啦 转几个洞 那接着呢 就收拾箱仔 那接着呢 做完那条胶喉 那做完那条胶喉之后呢 就没那么快可以穿线的 那当然要 搭一些英泥啊 吻平 去固定了那条喉 和那条胶仔先啦 那当那些英泥干了之后呢 你第二天回来呢 就可以进行下一个 穿线的工序啦 giag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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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这条片就很快简单介绍了 平时作坑藏后是怎样做法 这条片也到尾声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这条片的朋友 记得给like分享和订阅我这个分享的频道 好,我们下条片再见,拜拜